在影视圈内,说起李洪涛和他的演技,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,夸一声演得好,比起许多老戏古来,李洪涛年纪不算大,出道也比较晚,但这位演员老面,一入行就直接绕过了小鲜肉阶段,不管是相貌还是举止,丝毫没有新演员的羞涩。 也许正如杨将所说,只有生活过在岁月的在底层,才能看到人情的冷漠,在成为演员之前李洪涛做过六年的铁路工人,不过因为天生热爱艺术,所以一直心中怀出来的考艺术外校的梦想,一直到了23岁,他才被中细录取,一个对于别人大学已经毕业的年纪,他才刚刚踏入校园生活,承受的压力和喜悦或许没有人能想象,不过也因此和徐帆,胡军等人成为了一届的同班同学, 经典电视剧《康熙王朝》,终究有着他的出演,他在剧中饰演了葛尔丹这一角色,虽然只是一个配角,但是其还是凭借着自己的优秀表现,将角色塑造得非常的到位,李洪涛也因此打响了自己在演艺圈的名气,可以说是一战成名,接下来也是揭拍了许多电视剧, 说几部他的代表作,很多人一定都看过《马乡阳夏相继》,《半路父子》,《黄扫田桂花》,《大宅门》,《悬崖》,《青瓷》等等,李洪涛真正出名应该是在2012年, 多年的积累让他的演技特别扎实,有了和张嘉义合作的机会,因此名气大幅度的提高,在娱乐圈里面被很多人关注和赏识,作品也慢慢的多了起来,和张嘉义合作的次数更是越来越多,出演了很多部的作品,每一部里面的表现都非常好, 这样的一个好演员,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好男人,和妻子王洪磊相爱三十余年,至今仍然甜蜜,太太王洪磊的职业是教师,工作稳定,交际的圈子相对单一,而李洪涛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拍戏,如果不接戏,在家享受天伦的时间只占据一年的三分之一,两人的共同语言却非常多,李洪涛一直以来都很低调,出道几十年,林飞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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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